噢 噢 啊 炸脚 这个叫Bandy的猫猫 不是 这怎么吃最好吃 清蒸油泼无敌了 N个弄鱼吃的方法 猎鱼绝对是最麻烦的之一 别人钓鱼的背个包就走了 这次猎鱼跑几百公里 背着20多公斤的家伙 在找地方放船下水 换衣服换装备 这通折腾 我经常会问我自己 踏踏实实买条鱼吃不好吗 你怀里知道什么都是鱼身腥 啊 太难受了 但是当你一口气潜入深蓝 静卧在水底 伺机寻找猎物 还有抠动扳机时 那个兴奋感 这感觉无可替代 今天就跟你聊聊 这个看起来有点帅 紧张刺激 但是又充满危险的运动 自由潜猎鱼 澳洲四面环海 被太平洋印度洋环抱 大陆架礁石地区呢 适合鱼类的生长 海滩上这一大片海豹呢 就是食物链的上层 当然了食物链顶端还要大白沙 但是这玩意儿不常见 咱们就不提了 我喜欢打鱼并不是因为吃 作为一个野狗型的户外运动爱好者 主要是因为它是个有门槛的运动 不是谁都能来 第一打鱼肯定不会空手回家 够大的鱼总能碰上一条两条 所以从来不会让人沮丧的空手回家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 就是这是个让人有运动量的活动 游泳踢普还有一次次下潜 这运动量足够打半场羽毛球了 再加上换衣服时候花的力气 绝对是个大体力的消耗 第三 这个运动跟我另外一项热爱的自行车运动 使用的器官是一样的 都是依靠强健的心肺和大腿 所以玩起来又好玩又用得上 何乐而不为呢 快速介绍一下猎鱼的主要装备 潜水服 墨尔本的水温常年极冷 大概在14度左右 人要是直接下去的话 三分钟就失去意识了 所以特制的5毫米open cell潜水服 隔离水与身体 上衣呢戴帽子 上下底分离这种贴身的设计 让人在水中也能保持体温 重要性无可替代 面镜呼吸管 用来看清水下 在水面漂浮换气呼吸所使用 面具必须贴合脸性 而且容积要小 呼吸管用最简单 最直接的管子就好 花里胡哨的功能一概不要 脚谱 自由浅使用踢水效率更高的长谱 这玩意儿一分钱一分货 没有性价比可言 高手们使用弹性更好 重量更轻的碳纤维 我因为是偶尔玩玩 所以用的还是热素 但是已经中毒盘算的准备升级了 配重潜水衣的浮力巨大 再加上吸满费让人根本无法下浅 配重用于平衡浮力 配重的重量因人而异 我自己体重大概不到60公斤 然后使用6公斤左右的腰带和配重背心 手套 水下的物件全是带刺的 与其海胆 礁石 嘎嘞 不小心扎一下严重影响心情 一定戴上手套保护双手 安全浮飘 这个非常重要 用来提醒过往船只 还有同行的伙伴自己的位置 还能用来挂鱼枪鱼货 或者趴在上面给自己提供一个休息的平台 这个材料都是防滑防晒的这种材料 潜水刀 平时挂在手臂上 主要用来快速杀死被鱼枪射中 但是还在不断挣扎的鱼 鱼枪就是靠皮筋的弹性拉力 把金属针射出去的非常原始的装备 现代科技让材料和设计一直在改进 让鱼枪在水里的重心更晚 力量更大 准确性更高等等 有效射程基本就是枪针长度的1.5倍 比如说一米的枪 射程就是2米5以内 这边极其危险 无论在水里还是岸上 无论是否上旁 枪头永远不要对着人 这些就是猎鱼的基本装备 如果你要放置妥当的话 这些装备都可以反复使用个10年8年 它不像相机一样年年更新换代 潜水衣修修补补 我觉得穿个15年20年都没有问题 只要你的体型不叶 所以猎鱼的装备整体成本不高 也是我敢进坑的原因之一 潜水射鱼虽然刺激炫酷 但是必须强调射鱼运动的危险性 这是个非常非常危险的运动 我经常说漆山墨漆水 登山出了事大不了也就是缺胳膊顿腿 但是水里出了大事 也就是十几毛一口气一转眼的事 水里不是游乐场 我极度敬畏大海 对任何水下运动都极其的谨慎 海面的状况随时观察 人在风浪面前渺小的像蚂一样 我自己潜水的深度和时间呢 也要量力而行 海矿平稳 这个深度呢 也绝不超过十米 流狗足够的气 勇于上浮 随时注意同伴的位置 注意自己的枪口 不指向别人 这个运动绝对不是好玩炫酷 我不鼓励 也不怂恿新手 只有心智体能健全的靠谱人士 我才会慢慢引导让它尝试 猎鱼面临的危险 其实远不止这些 我们今天呢 去昨天一个 因为浪太大 所以没有去的地方 就是大石头 大石头那地方特别有意思 上次我们那个朋友 在大石头那边打鱼 打着打着 后来就问 看见一个大椅子飘过去 后来就问朋友 你刚才说这还有marlin呢 这还有marlin marlin就是那种大的 像那个金枪鱼一样的 marlin 这块不应该有marlin 然后一会儿从远处 开过一小船里边 上面有两个当地的OZ小孩 我说 擦 wide point 大白沙 what the 给我不会吓的 所以说好怕 所以说小白 小白的故事就是这么来的 你看看那么大像 这头的mine place yes see the thing that it 吓一跳 我这第一时间 必须得打电话给警察 我以为这个船 启动不了了 刚才出了一个小问题 啊 吓死我了 下去本来是拍照啊 发现那里边都是埋没 是根本看不到的 所以就游回来 游回来之后发现 哎 这船开始往外飘 然后呢 试图启动这个引擎 就我身后这个引擎 但怎么都启动不了 怎么都启动不了 但是呢 你看看我们船 反正在往外海那儿去飘飘飘 越飘也远 然后我就开始有点担心了 因为我们的人还在水里边 啊 他们的设计是通过 才长时间的 而且我们是越飘也远 飘到这个外海口的 他们是不可能的追上我们的 所以第一时间 对他们打电话 啊 警察还挺负责的 告诉我们在哪儿 问我们在哪儿 问我们现在的状况 然后在打电话同时 这个发动机 启动了 回去接我们的人 当你提着鱼枪 看着满池子的鲍鱼 海胆打海鲜的时候 得时刻提醒自己 一定要遵守鱼症制度 澳洲对于捕鱼的种类尺寸和数量 有着严格的要求 地球上已经有那么多海域 被贪婪的人类彻底清场了 为了咱们的后代还有的看 我只索取自己一天狗吃的数量 其实啊 那么多漂亮的鱼 哪怕看看也好 收起扳机上的手指 身藏公语名 说的话 真能打得他一样 再次重申 打鱼不是娱乐 有人说打鱼残忍 但是对比像钓鱼和下网这种 无差别捕捞 猎鱼是对生态影响最小 获取方式最节制的 我只是把猎鱼当做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运动 顺便用鱼货 犒劳一下自己的锻炼结果而已 欢迎大家来到澳大利亚 体验一下这里一年四季冰冷的海水 如果想关注澳大利亚的精彩户外生活 请关注我的新浪新微博 采风摄影大马猫本 感谢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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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